大家好 今天是加拿大的1月14日 就是香港的1月15日 今天我们有四位非常英俊的港产 移民来加拿大就变了家餐 和我们做节目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资深理财顾问Norman Norman和各位打个招呼 还有我们的Tim Tim就刚刚在香港回到加拿大 采源移民 就是疫情的禁锢 14日之后就出来了 在疫情监之后很开心出来了 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威衰的人马 这个人真是很厉害的 我直接介绍他的资料都很严慌 做得看 就是我们Michael林英俊先生 有两位英俊先生 Michael很厉害的 我们的题目主要讲 除了我们分析加拿大这两天 有什么新的消息 就是头条之外 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请Michael来 因为他原来咸头很多的 是一个兴趣 那个兴趣就是我们在加拿大 是玩枪下的 Michael我先介绍一下他的资料 他就是一个Grand Master Class的 Open Standard和Classic三个类别的 Grand Master玩枪的 还有加拿大IPSC全国公开赛的个人全国冠军和对制冠军是2017年的 还有BC省全省的公开赛的Open个人冠军是2012131516就是4年的冠军 BC省全省的Open个人排名第一是2011 12151617 世界IPSC射击赛加拿大Open的代表2014年和2017年 还有边省的代表7年 是不是很多东西都说了 究竟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事呢 等一下请Michael和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说一说加拿大头条有什么 第一就是说疫情 今天我们有536宗新的个案 还有有7位不幸的过了身 那现在全省总共有59608宗已经是发现了的有疫情的 总共死亡人数是10300 那暂时还是有365人在医院的 那这个就是每天的数据我们比较麻木了 因为都是每天都有几百人几百人 但是全加拿大来比我们都是很幸运的 跟我们东边那几个省份来说 边省是做得最好的 就是以人口和受感染的比例来说 那另外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因为现在 加拿大的能源和医疗保健类的股票是上涨了 因为这两项生意好像生意都做得挺好 所以加拿大本身股票市场有点升幅 那么Norman可以回答几句 还有加元也升至到三年来最高的汇率 那如果你从香港过来 就要花多些港元才能回到我们的加价 那地产方面2020年的数据 就是我们加拿大的房屋地产在B3升了9% 所以我们的地产都是上涨的 那如果你过来买就早买就好了 那最后一项的身份就是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的B3省的省长今天 今天出来说了 因为我们加拿大本身禁止了外国人旅游来加拿大玩 但是我们没有禁止加拿大省内互相不同的省份的人 来旅游走来走去 那所以现在我们省长在结婚法律意见 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根支省禁止其他省份的旅游人士来我们这里 因为东部其他省份的疫情比较高 那我们的省份做得挺好 那如果他们的人旅游会不会令我们的省份的疫情有问题 那现在另一个讯息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有64,430个省民接种了新的疫苗 那未来几个月更加多些人会受到疫苗的接种 那希望疫苗开始被人打之后 那个本身那个疫情就会受到压止 那大家都要放心 那说完这些这样的GC省里面的新闻 那我们言归正传就 晚问Norman Norman,地产市道好,股票上升 那有什么东西跟我们大家听众分享呢 基本上跟上个星期说的都很类似 主要因为现在是一个低的利息的情况下 一直是有利于房地产和股市 而且疫情已经过了差不多一年 其实市场已经找到一个我们叫做traction 走一个位置是如何在疫情里面是继续生存下去 例如这个用这个不同的高科技 那所以来说去年你看到 NASDAQ的指数一直是攀升上去的 那然后接着这个疫苗 由10月开始开始发现有 那那个有不同的公司一直在出 而且现在一直有人在打 那所以来说令到传统的经济 这个能源那方面开始回来 那所以是有利于加币 那所以你看到加币在这两个月 一直是这样升得很高的 特别你留意到如果对港元来说 是都挺强的现在是六算左右的 那所以来说 接着有些科技方面有关的 譬如那些药股或者那些能源那些 也是有带动帮助的 那相信今年来说 市场整体来说今年应该都不错的 但是我相信在头那两季 仍然会是非常波动 或者会有一些跌市出现的 由于现在疫情出现回来 其实疫情是没有控制得是预期那么好 那所以那些数字其实一直都很惊人的数字 特别是这个安省那边的数字是几千几千这样的 那所以来说是疫情是未说受到预期这样的控制 但是这个疫苗已经出现了一路不停进入市场 那我相信应该要过第一季 我们才看到的情况会有好一些的情况表现 但是股市来说由于是反映疫情过后的经济 所以来说你见到股市来说是上升得都挺强的 但是你看周围的经济的环境来说 就不是那么好的了 那例如这个VTEL那边 那你见到那些生意都是不是那么好 那所以来说由于那个禁止 影响了很多的生意那样 那所以来说我想经济来说 在头那两季都会比较差一点的 那但是我预计是夏天的时候 会经济一直慢慢开放 那应该是第三第四季的经济应该会不错的 我觉得 总结给香港的听众听 就是我们温哥华这边 就是有个限聚令 就是不想出去吃饭 跟一些不相关的人 就是社交方面不要聚集在一起 那多伦多那边其实是禁止 就是他们基本上就是 他们讲笑的就是叫刘嘉玲 就是留在家里的灵 那就叫做大家不要出街了 那有什么事都在家里 就用电话 virtual短讯 或者是用电脑做生意 或者现在给一个时间 Michael 我知道你 你好 你地产界是非常成功的强人 又搞餐馆又行又非常成功 但是我们不说你的威水事 就是说你玩枪那些 玩枪那些 你解释给我们听 因为阿丁就是初歌刚刚新入行 那天才在那里做一个YouTube 展示他自己的那把枪 Michael你就经历了 你什么枪也玩过 或者Michael你讲一讲 就是说究竟在加拿大 是什么人是可以去拿枪牌 或者是这里如果是想有兴趣 接触这方面那些 他应该入门是找的人 以及他要花多少钱 以及以你来说 你玩到是一个全国冠军的级别 究竟你是经过多少年才做成这个 还有是不是有一些少林派师傅 有一个特别指点你才做到这个 还是你无私自通 就自己打到全国冠军出来 以及全国冠军究竟对你的事上有没有帮助 或者是你的爱情史里面 是否因为你的全国冠军就是得过很多美女的好感 那你打枪给你们和大家分享 你才开始 第一打枪基本上是没什么女的 一百个都没有一个 有的那些都是靈禧的 都不方靈离的了 因为打枪就骯髒辣碳 荒山野嶺 大部分的女士都不喜欢的 我就是08年考枪牌的 08年就倒市 没有东西做的地产经纪当年 就基本上是坐在那里的 那我其中一个助理 那时候就突然说 没有东西做去考枪牌了 那教枪牌的那个师傅就是打IPSC 即是YPSC的一个组织 是不是坏人来的 坏人来的 这个是姓余的 那他就播了他打YPSC的视频 那我一看这个很刺激 很好玩 那以前小时候有看过张国荣那套枪王 大家都有一些印象 这部电影 那他心思思考完枪牌 他就说你可以来学 那我就去了学 那和我助理去学 那我助理去学 那我助理去玩了两次 就没有玩了 那我基本上就由08年开始 就一直打打打打打打打 到2017年尾 赢了冠军之后 就真的少了很多 那就是你赢不到世界冠军了嘛 赢了全国冠军就已经尽了 那接着地产市道又开始旺了 那又停了 那这个运动基本上是人都可以玩的 没有什么类别的人 从装修佬到律师到法官到医生 你说得出的正常 一个人有手有脚 就基本上可以玩的了 有个疑问 通常我知道拿枪牌 你要去我们王家剧警 即警方部门是拿到梁文正 才给你拿枪牌 那这个是不是 某一些类别的人是拿不到的 譬如有犯罪纪录或者有什么背景 应该是有犯罪纪录 应该有犯罪纪录是拿不到的 我因为都已经说了十多年前的事 我当时记得就上了两天堂 上完两天堂就有份卷给你做 差不多都给你答案了 然后有几个口头问题 问完你 那这样就考到了 那接着就可以买枪了 那它还是没有限制的 任你买的 你走到枪牌 你基本上买了等它过户 那你就可以拿枪回家 那有人买一枝 有人买十几枝 那看看你个人是怎样 那枪牌有两种 以前就有两种 现在就应该只有一种 以前就有restricted firearm 和non-restricted non-restricted应该是长枪 short gun rifle 那现在那些rifle都禁止了 我的rifle现在都禁止了 是不能拿出街 又不能去把枪 那我主力就是打手枪 因为YPSIC 其实YPSIC都有长枪的YPSIC 不过就复杂一点和麻烦一点 在温哥或者加拿大都不是很普遍的 在温哥华 加拿大就是主要打手枪的叶石 分开有六个组变 那我基本上今天都准备了一些枪给你们看 那六个组变 是的 我又不是那么 popular 那些组变开始说 好吗 第一个最不 popular的就是rerover 就是阻力 这些是好看不好用的 只有两个字 一个慢字 就是非常慢的 因为你打完那六粒子弹之后 你又要倒了那个 你要倒了那个 那些弹幕出来 那些弹幕出来 你又要在身上 拿个Clip 那个Clip上 要塞着六粒子弹 那六粒子弹 你又很难才能进到Clip上的 你又要瞄着这六个孔 就放回 就是reload 因为你一个Course 可以打到三十几回合 那你只有六粒 那你就换到法温 你想一下 不停地换 那就很慢很慢 而且 这个鸡的旅程度很长 就是压力都不到 那就十几二十磅 那就很慢 你打到有几快都没用 都是很慢 那这个rerover这个类别 基本上是一个dying division 比如我们就算打一个Canadian national 可能只有十个八个人打 如果打一个BC provincial champion 那可能只有三四个人打 那没什么人打的 一人是慢 二来又烦 又不好玩 那些蛋壳全部收拾 因为买不到 那这个类别 就是一个最少人打的一个类别 那这个叫做左轮 就是rerover 那接着一个 第二个比较少人打的 就叫classic division classic division classic division 都是1911枪 但是它就用single stack 为什么呢 single stack 那个蛋夹就很扁 只能够逐粒逐粒进 就不是卡拉卡拉 譬如我们打的open枪 可以进31枪 可以进得很准 那又是慢 那孔又小一点 那夹又难入一点 那又打银锡 那又有个好处 那这个鸡可以改的 那就是travel呢 都是很少的 那就是枪都可以打得很快 那但是这个都不是一个 很普遍的类别 那枪来说 这些classic的枪 大概是1500元到2000元 你如果买了二手 可能一分都买得到 那有很多不同的 那classic就是比较旧款一些的枪 就是不是一些新款 那都不是很popular ok 那再讲讲 就叫standard division standard division 就是通常是打40子弹的 都有打9mm子弹 但是9mm子弹呢 就会打了minor 那我不懂得到太过分别 那它有minor和major 那40子弹呢 就跳到飞起的 那它没有compensator 那都是打Ion sight 那但是呢 这个就很火爆的 就是爆得很爆一下 那这个类别呢 就可以改tracker了 一支枪就可以任你改了 改完之后 总之可以进入它的box 那你就可以用了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架呢 这个架呢 就是打40子弹的 那就是很阔和很厚 那你可以看到是很大粒的子弹 那都是打10粒而已 加拿大 那在美国就可以打16粒 那在加拿大就只可以打10粒 那10加1 就是有11粒 那这个类别呢 我都打了一段 但是就拌子弹那方面太麻烦了 因为打Iseq 基本上一定要自己拌子弹的 要不然枪就跳到飞起的 跳到凸几 如果打40就 那你打厂弹就不能赢了 那你自在真的玩了 那接着下一个division 这个第三个 就叫做production production就是最普遍了 那我想Tim Chee如果你想玩 也可以production就是 那就是 就是 就是 製枪 由三个水 的Novenco 就是 大陆枪 到千多元就有一枝 那这枝枪就叫Glock Glock 17就是全世界 我想有八成的猜人都用这枝枪的 整枝枪是很轻的 上面是铁的 下面是胶的 我认为四分一磅都没有 是胶的 很花脆的 但是这枝就是一枝 最reliable的枪 就是 跌了下沙 跌了下地 跌了下水 都能打响的 那也是打inc 那这枝枪 就是 我买的时候 好像是六百五十元而已 就是 基本上是人都可以 买一枝来玩的 那这枝枪 那这枝枪呢 都是胶的 你看到 整枝枪都是胶 很胶的 又不是准 又打得慢 你可以听到 旅程也是很长的 但是呢 这枝枪是人都有一枝的 Tim有没有买这枝 Glock 17 是人都要买一枝的 总之是考到牌子 考到牌子 每个都买一枝Glock 17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问我打几次 十次都不够 因为这枝枪 不好打 又不准 基本上 就不是一枝好枪 但是就很reliable 那你说用来打蜜蜜 你看到一个 很难入的 就是总之就不是一个 不是一枝好打的枪 但是就是人都有一枝 谁考到牌子 当然买一枝 我们先停一停 然后再来看看你的枪 好 好 讲到时间 好了 刚才说的这枝production 这个叫production 是九成打IPSC的人 都是由production开始打起的 因为这枝枪最便宜 big gear最便宜 就这样打厂弹 就已经可以打到 不用搅子弹 就这样去买就可以打到 很多人都是由这个 代表开始的 这枝叫Glock 17 另外一枝 我又介绍一下 另外一枝 这枝叫SP01 是CHATMIC 这枝CZ 第一就是 如果没有了 你一看到上面的枪 就是一枝production枪 那这枝production 就比刚才那枝 可能轻松一点 但也不是算贵的 我想大部分的人打production 现在都是在打这枝 世界冠军 都是在打这枝 即production的世界冠军 都是在打这枝 这样的枪 接着一个 另外一个 division 就叫production optic 其实整枝都是厂枪 不过就给你加一个 红点的锡 有了这个锡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前后锡 你就不用line up 那就很容易打中 就是那个红点on target 你按 如果你的手不动的话 就基本上中了 有红点的好处就是 你的眼睛就很容易focus到焦点上 因为如果这一类的锡 你要对焦 你要看到这里 你要前后line up 那就很烦 那有些人的眼睛就不行 那用了这个红 就是有laser 可以这么说 其实不是真的laser 它有个dod 有个红点在镜中间那里 那你就可以看 就是那个点on target 你按就打中了 那这个现在是一个最新兴 最新的一个 division production optic 真的是最多人打的 又不贵 又好玩 又可以打厂弹 但是production 就不是最多人 pay attention 的division 最pay attention 的division 就是open 那就是我专场的 open 有什么不同 一支窗帅 看他多漂亮 对 open的好处就是 你喜欢怎么改都可以 可以改到法温 就是你看一个Macwell多大 盲的都可以进入Mac 基本上是怎么进去 怎么拆一拆都可以进去 那就可以很快 而且那个鸡 我这个鸡 是大概一磅 鬆一点 就是一碰就中了 那就可以打到机关枪 基本上 如果你的手指够快 那为什么open 会是最popular 和最多人去pay attention 就是好像赛车那样 你15cc又可以赛车 Formula1也是赛车 但是个个都是看Formula1 为什么呢 因为这支枪是最快的 可以打到非常非常快 打到机关枪这样的 因为这支枪快 那就个个都打得快 那就更加可以 知道你的skill level 去到哪 不是打得快就赢了 你要中才可以 还有open窗是很火爆的 他也是打9mm 但是他叫做9mm 那些火药 基本上整个蛋壳都入门了 就去到尽顶了 那就很快很爆 那爆的原因 为什么要爆呢 你看到他前面有个compensator 这个compensator 我以为我以为 我以为打窗 以为这个是灭声的 原来不是的 这个是很吵很响的 打的时候 那些气压就会在这里噴出来 当它噴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打 那支枪会跳的 因为一打完 他会这样跳的 那这些气压 就会把枪压低 那变成那支枪是很定的 虽然很大声 但是它很定的 如果你打这些40 就跳到飞起的 就是跳到手都脱了 我的手比较小的人 拿这些枪就脱了 打open就最好了 第一容易看到 有wet dog 一看就中了 那个鸡又轻 那支枪又漂亮 又有型 又快 那比如一个高手出来打枪 那多数都是看open人打的 因为open是比这些production 比较快 但是现在打同一个stage 是可以快很多 就是快很多很多很多 那这个是最快的了 那open就烦了 你就一定要自己拌子弹 没得谈 没得买蛋回来打的 你一定要自己拌 那你就要用不同的蛋头 有胶蛋头 有LED的蛋头 有很多种不同的蛋头 那你要逐样试 逐样火药试 逐个蛋头试 看看哪一款是适合你的枪 务球就打到支枪不要那么跳 就尽量定些 那open就 都是差不多 或者会是第二个最多人打的division 最多人打的都是production 那譬如你赢冠军 看世界冠军 每个都是说看open的世界冠军 那open就是最 就是我自己最喜爱 和最爽的就是打open 那out of these六个division 都可以打蜜蜜的 那如果你问我的recommendation 如果Tim你还是想打 就是start up with either production 或者production optic 那你就容易上手一些 那我想有八成的人 都是打一次就不打的了 因为要很早起床 删卡 那有没有厕所 没有什么 而且是要做事的 比赛的时候是要做事的 要讲清楚给你听 那你打半天就做半天 那譬如你打个level 3的provincial 有时候可能是打两天三天 甚至打个世界冠军 打六天的 打一个星期的 那譬如你又要飞去法国 我上一个博士就在France 在法国的 那你要飞去法国 那我要去整两个星期的 又去山卡拉地方 那有很多东西要做的 因为你打完那些枪 那些把要有人设置 你打完那洞 有些人要粘膠纸 粘回你的洞 给下一个人打 那你不打枪的时候 就要帮其他人做事 就是有很多warranty work 要做的 那还有你很多的preparation 很多的练习 你打很多子弹 你都是爽的几十秒而已 一个stage 一个stage 可能三秒一个stage 到一分钟也很少 那其实你爽的 去真是perform的 是那几十秒的时间而已 那你可能练了一年 或者练了几个月 你就是要去perform 那几秒钟的performance 九十几对眼 在后面看着你 那你就要perform 那几十秒 要perform出来 那那个秒 秒也不是秒 用是ms 就是秒以后 那几个digit来算的 那是很close很close 可能大家三秒打完 我说三秒一 三秒一二 三秒一一 就是差一个d 那么多而已 那这个就是 这六个division 那每一个division 就会有class 那一开始打就是u class 就是unclassified 那接着就有d class 有c class b a 跟着有master 还有grandmaster 那grandmaster 那grandmaster 通常就赢了 他就赢了 那个matchian 就100% 如果你打到95%以上 就是grandmaster 那如果你85到90 就是master 那如此类推 那你低于40% 那你就是d class 那基本上class 和division 就是这六个division 就是那一句 都是打production 开始的 那每个都 我想问问就是 你讲了这么多class 其实如果好像Tim 他就是偶尔回来加拿大玩的 那他就是没可能 每个class 他都好像你那样沉迷下去 就花了这么多钱 做这些东西 那他如果只是想玩一下 偶尔回来 不想打世界冠军 他只是想 就是拿到 譬如本地去一个枪会 玩一下 觉得挺好玩 这样叫朋友玩 那你提议他应该是 玩哪个class 和那里可以见多些人 因为如果你打这么高级的 很难找到 像Michael那些人 和他玩的 那如果是 很多 不需要这么高级的 就是多些人 在普及性的 可以容易入圆 第一 他就是这样的 低级和高级的 都是一起玩的 都是一起玩的 就是我玩 不是高级就是 所以就会分高级的 那我常常 高级 差低级都跟你玩 没所谓 其实没有什么分高不高级的 那你是 对谈谈 就一起玩 就没有什么分不高不高级 高级和低级都一起打 除非你是打一些 譬如打 provincial 打省赛 他就会把那些高级的 放在一起 但平常就是 你自己的朋友 我喜欢跟你和他 那你去request我要跟谁 一个squad 譬如我和Tim 那我们不同class 但是我们request一个squad 那我们都是一起打的 那如果你说平时想打一下 就 你第一件事就要考 考了一个叫 黑牌 那 都是两天的课程 就是教你怎么收拾的 那收拾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这枪就 插到这个折扣 那他就教你怎么安全去 去运用这个折扣 就怎么抓这枪出来 抓得快 又不会射到人 就是安全 主要教你安全 那你学了这两个 这大概是 我想是两天的课程 如果你想学的话 学了两天课程之后 你就打一个比赛 qualifier 那些就做 那接着你就 EPSIC qualifier 那你就有个EPSIC的牌 那你之后就可以打 就每两年打一场 你就可以继续了 那如果考这个EPSIC的牌 可能是三个水 三个水 四个水 under五百元 那你就可以考到 那其实就不用花很多钱 譬如你买个hosa 买eproduction 其实千来两千元 你已经 喂你打角都不止了 一分钟 那还有也不贵 你加入一个枪会 可能是百五元一年 二百元一年左右 那其实你可以经常 都可以去那里打 那你想要打多少 打多少 就随你自己喜欢 如果你要打得好的 你就要开始搭子弹 如果你不想的话 那你买敞弹的话 你基本上 不是花很多钱 好像一队 他基本上已经有枪会了 他有枪会 才可以买枪的 那他买了枪 他任何时都可以去枪会打 不过问题就是这样 打 譬如你上枪会打 就是放个把子出来 就这样打个把子 就站在那里打 通常 打两三次 你就觉得悶了 就没什么挑战性的 那打IPSC 就走来走去 又开门 又睡地 又滚地 你会每一个 每一个Cross of Fire 都有些不同的东西 要做 有时候要单手 有时候要用左手 有时候要用右手 有时候可能要拉着绳子 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但是如果你这样去把墙打枪 其实都 你头了几周 会觉得都可以 但是整天整天你就悶了 你就没有了那个乐趣 那打IPSC主要的乐趣 就是 也不是说只是打枪 那你整班柴娃娃 一起出 因为打枪很多时候 又要去Kel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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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去Prince George 那你要周围去 那你真是当是 一个星期间出去 跟朋友出去玩 那还有 其实每个人打枪 这些都是想赢的 好老实说 就是你要有一个 你的心态是很想赢的人 才会沉迷下去 那B Class有B Class的斗 C Class有C Class的斗 你也会想升组 就是越打越好 就升组 那我自己在08年开始 我基本上第一年 我就已经打上A组 当时 因为我是打开球的人 就是那些手眼 是配合得挺好的 那我第一年打了 已经打得好 那可能是第三年 我已经去了Master 的了 那就是那些手眼 那第四年 一二年 我就赢了我第一个 就是四年左右 我就赢了第一个Povincial 就是BC省的Povincial 跟着17年 那一直赢了几个Povincial 那National就永远 都不是打二三四五那些位 那就是17年 就让我赢到National 那就是有些人有天分的 几年就可以打得很好 有些人打一辈子 都不是打得很好 但是有很多他又享受那个过程 他又不是一定要赢的 就是他觉得他去打枪他就很爽了 那他打得不太好 但是他拍个视频出来 都很有型的 你不知道他会不会中的 是不是贵而已 那他给他的朋友 不懂打枪的人看 他就会觉得很有型 那这个我想 我想大部分喜欢打枪的人 都是很沉迷了 因为那个Spot 都是想赢 都是想去越打越好 有这样的心态 那其实就很沉迷了 那Tim 你在香港回来 那香港究竟有没有这些东西玩呢 或者是如果有他的费用 是不是会昂贵过 在加拿大很多呢 以我所知 香港有好像一两个窗会 那最便宜的年费入会 我都看过 大概是10万港币左右 一年 那如果想做永久会员 就30万这样 但是不包枪 不包子弹 不包什么 那当然额外在比 那香港怎么买 香港怎么买枪 有没有枪譜 你走进去 给你一个牌子 你立刻买枪走 以我所知 就应该 不那么开放去做这件事 就是他们一定有它的渠道 但是反而是 收藏的那些 我知道少少少 就是一定要是 那支撞针断了的 一定开不了 才可以拿来做收藏 这样 那Michael 在譬如加拿大 基本上是华人玩枪多 还是外籍人士 即西人玩枪多 外籍人士多 华人我想是三分一 这个都是根据温哥华 根据温哥华 你去到内陆 基本上是99% 都是白人的 那其实什么人都有 差下有 你说得出的人种 都有 是一个很 不是说哪一类人 不是要去香港 你要太平生死 你才可以拿到枪牌 那这里是 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 你没有犯罪 基本上就 不论你是男还是女 都可以拿到枪牌 去玩这件事 很普遍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 譬如在纪律部队里面做的人 都会参加这些枪会 因为他们每天都玩开枪 打得最差就是那一类 他们是不会打得好 警察是不懂得打枪的 他们是招牌和查案的 打枪呢 其实警察是打得很差的 大部分的 我认识的 都是 其实都有警察是打蚌蚱 他们在警察里面 可能已经是冠军 但是来到打蚌蚱 他们就好像不满 那刚才你 比我们看过这么多枪 那肯定那些枪都有不同的 出产的地方 国家不同的那些 究竟有没有说 国家的枪 是世界上的数一数二 比较好些的呢 就是效能好些 价钱又不贵 会不会是北国 机械精准 会不会好些 还是美国 因为他打仗打得多 枪就会好些 美国 美国是 第一 美国有很多人打枪 就是每人都有支枪 那他又打仗 还有他 譬如你只是打IPSC 他的组织是多了我们 二十三 三十多倍 那当然他的群人已经高了 和加拿大比 是没得比的 美国有这么多 市场就很大 市场大 只不然 就多明星 多些冠军 那区的冠军 都已经有支援 在美国打枪 就可以打职业 就是找到吃的 虽然也不是很多钱 但是可以找到吃 你可以当一个职业 在加拿大做全国冠军 就拿贡献 你就不会 你不可能说 赚到的钱是养妻要衣 供楼 供车 你不要想了 顶到尽 我顶到尽 就是你免费旅行 帮你给子弹的钱 帮你给子弹的钱 帮你给子弹的 component的钱 甚至可能给你一支枪 但是那些都不是什么好枪 到我后来那几年 基本上不用钱去玩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你说 是的 就是有贊助 很多东西都有人赞助你 但是你说赚钱 你还有一个途径 可以赚钱就是教枪 那我就没什么兴趣了 因为其实很危险的 就是你教人打枪 他没有天分 你教他 很简单 那个人不懂唱歌 他没有音乐天分 你用道理山去教他 都教不了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我就不会想去教枪 那你教枪 你可以赚钱500元 一个小时都可以 但是你不是每天 每天都有人去学 那你要教一些 不懂得打的人 你又很没人 喜欢打球的人 又不一定喜欢教球 这个情况一样 就找不到吃的 这个纯粹是一个 hobby 那做教练 你拿到另外去拿牌 做教练牌 没有教练 如果就这样教人打枪 不用拿牌 我有牌 比如我 我想你教我 你有愿意 那你就可以教我 教完我就 是的 但是我不是教你去拿个 license 我是教你的技术 所以我不需要拿牌 我就可以去教你 但是你说如果我要教你 去拿个枪牌 那些就要有 license 比如我 我不是那类的教练 那我都会有教 我都是教一些 真的想 improve 真的想学的人 我都会教的 但就不是为了钱去教 肯定就一定 找到钱的 这件事 纯粹是一个 hobby 那Tim 你打算再买多些枪 还是你已经一把很满意 我有一把也是Glock 17 那也是非常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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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 那就是WK180C 可以试试5.6的子弹 另外我也想补充一点 刚刚Michael所说 如果有犯罪就不可以玩枪 其实应该就是不可以拿枪牌 他可以跟朋友去也可以 以我所知 是的 他也是可以去玩的 所以真的很好 另外 现在都加了架 你那时候买这把Glock 17 是650元 是吗 现在是998元 这么算吗 可能是最近因为 美国的人抢 会不会是美国的价格上升了 是 可能是 拿货都是有些在美国拿 一些子弹 都是有些没有货 那些9mm子弹 都没什么货 这些 你不可以自己去美国 美国问我 我经常看到有些什么枪的 有些show 你可以去参加那些show 顺便买枪 可能 可以买到美国枪 可以买到美国枪 你要有一家公司 import那枝枪回来 但是基本上是很烦的 而且要等 是的 譬如我这枪叫SB Infinity 其实是一枝美国枪 我便不会去美国训 因为太麻烦了 我也是找回一个 地位的货币 然后他帮我训 打开�开招 这枪便便贵了 这枪也价格 购买五六来 这枪 那它就是最貴和最信用最準的槍 這支Difinity 開啟就很有型 我給另一支開啟 不如問問Michael 加拿大是不是收緊了這些槍的管制 是 長槍的管制 或者你會不會說 長槍的管制他就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有一天就寄了一封信 基本上就說禁止了 武器 現在我也有一些武器是禁止了 但是他又沒有 回收計劃 他又不是來收了你的 他就告訴你你這支槍禁止了 你就不准再拿上去 那我就要看看政府之後會不會和我們買 之類的 那些現在你有錢也買不到 他們又說有可能會grandfather 譬如你已經有那些就讓你保持住 但是你就不要拿出來打 但是現在我們都不能拿上把牆了 即是現在只在我家 自己摸一下你有沒有興趣看看 有的 Hello 76s - Happy New Yea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you this 2021 and I wish everything works out everywhere and with you and 今集我们会再继续讲关于移民的东西 今次是2021年第一次见Maria 先跟她打个招呼 Michael 我上个星期见完你就行了 没事了 上个星期我们就从Soyer谈论香港加拿大公民回流的情况 以及如何在加拿大成立这个新公司 今天我们就会开始问一下Maria 香港人如果想用企业移民的手续又是怎样的 Michael 麻烦 昨天上我们的节目 我们有Soher as our guest 我们聊到Canadians living in Hong Kong returning to Canada and start up a new business what about Hong Kongers who's thinking of immigrating to Canada and start up a business what is the best and quickest way Myra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Mike there's actually more than on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 business people from Hong Kong with experience in capital to invest have several pathways to choose from in order to immigrate to Canada they include intercompany transfers which is also called ICT significant benefit work permits owner operator LMIE program in addition to startup visa and PNP business streams just so that you guys know PNP stands for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s just on the side note for the first three streams that I have mentioned that is intercompany transfers significant benefit work permits and owner operator the applicant would initially come to Canada on a temporary status and then transition to permanent residency whereas with the startup visa program once business requirements are met the applicant is able to apply directly to permanent residenc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with the business streams run by each province once the applicant receives the provincial nomination he or she is subsequently able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and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session specifically I will explore the initial three types of business innovation programs available for foreign business people since they can be used by any business person entrepreneur or investor who wants to relocate to Canada by owning and managing a business MARA的意思就是在香港做生意的人 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格和經驗 有三個特快的渠道去加拿大的 然後日後才申請做永久居民 這三個是 第一 ICT 即是 公司內部轉移工作簽證 第二 C11 Visa 重大福利工作簽證 和LMIA 勞工市場審核工作簽證 當然大家都知道 還有 Start-up visa program 移民 企業移民 以及 PNP 這個 就叫做省提名的計劃移民 這兩種計劃 一經批准 就可以直接申請移民去加拿大 不過 無論資金和在香港等候的時間 都多很多 我們今天先介紹一下ICT C11和PNP這三種簽證給大家 如果香港朋友對Start-up program 或者PNP有興趣 你可以直接和Maira聯絡 好 你剛才提了三個名字 你可不可以先詳細解釋一下 這個ICT 這個是什麼家伙 以及 什麼人才會有資格去申請這個ICT Maira 誰選擇這個ICT的Visa 這個Visa 這個Visa works best for entrepreneurs who already have an existing business abroad for at least 12 months and want to run an affiliate or new business in Canada 這個Visa allows business owners to relocate to Canada and establish a new business here Important conditions for this type ofVisa include incorporation of a Canadian company securement of office space a detailed business plan including financial forecast and a personal personnel proposal upon fulfilling the conditions mentioned above a one-year work permit would be granted which would only be renew if the business owner have proved their organization's ability to establish to be established in Canada with respect to your question more specifically who is eligible to apply the answer is business owners who have owned and managed the foreign company for at least 12 months prior to the application just be mindful that the foreign company needs to have a qualify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ompany that will be launched in Canada for example it needs to be an affiliate a branch or subsidiary of the foreign company this type of簽證 is for some of the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a year for a company to come to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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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財務預測 5. 人事運用 5. 如果申請人 是滿足以上五項條件 Gazland移民郭 就會派出為其一年的工作證 而且 如果一年之後 能夠證明生意 可以成立 便會還要續簽一年 म breakthrough 究竟是怎樣去考慮呢 詳細是甚麼程序 去考慮 加拿大海外公司的負責人、經理或者是一間公司的幹部 只要他在那間公司做了超過一年以上都合資格申請 不過公司就一定要是香港的分公司 或者是旗下的一間公司 甚麼叫幹部啊老闆 你講一句這個我當然很短 不料 即是高級職員 大哥你不要再說這些用語 你嚇死我 實際一點說了 要多少錢呢 錢 即是金 那是一個不錯的問題 我認為在商業系統 大家都在找到最低的金融投資 再說一個金融投資 或者是一個金融投資 或是一個金融投資 或是一個金融投資 but then again just be mindful that there's no minimum investment amount and that's one of the benefits of this type of visas so that is the amount you just mentioned is for the safe like the minimum safe side like yes yes it's for the application to go through this is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they need to show that they have in their bank account to start the operation of the business okay Michael Mile就說 沒有一個最低限額要求 的 但是申請人需要 有足夠資金在戶口 去成立這個生意基金 建議最低限額 是十萬加幣左右 那麼 入場費也不是很 不是很heavy 如果所有文件齊存 申請表 接納了 第二步又如何呢 Myra let's say all documents are in order and the application is accepted what comes next? If all documents are in order and the application for the work permit goes through the applicant is granted with a one year work permit and this is just for startup companies the temporary status is granted to the applicant to allow him or her to establish the business here so that it can be fully operational this in turn will create jobs and will therefore benefit the Canadian economy so I personally think it's a good route to permanent residency because you kind of come to Canada and feel the waters you kind of feel whether or not it's a good market as an investor so to speak 申請表 就是 一旦的申請表 批准了之後 申請人 就會得到 一年 成立公司工作證 甚至於 利用這一年的時間 去準備一下 安排公司的事務 其實這個 Mira就說 這個是一個 非常好的渠道 因為 起碼你可以 有一年的時間 在加拿大 適應了 加拿大的生活方式 和了解了 加拿大 做生意的程序 但是一年 匆匆又過去了 工作證 滿期了之後 又如何呢 事關非勢 很快 The visa is for one year right? So what happens after the first year? That's correct Mike One year for new companies and then after that the applicant can renew the work permit provided that some conditions are met such as within the first year the Canadian company must secure an office and hire at least one employee who must be a Canadian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the business must be fully operational no profits are required 第一 他説一年之內 那個條件 就是一年之內 一定要找到 要找到 這個鋪位 以及要 請一個加拿大公民 或者永久居民 第二 就是公司一定需要 有運作 雖然 不一定要有利潤 即是開得當 有這個意思 是開得當 這種ICT工作證 申請需要多久才批准 要等多久呢 以及申請人 如果日後想轉做 這個很關鍵 就是想轉做永久居民 又成數又如何呢 機會有多大呢 Apost me How long this type of visa take to process Myra That's actually a very good question Generally speaking processing time varies from one to three months depending on the document collection phase that includes everything compiling all the documentation need and preparing the application itself submitting the application to prepare the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in getting a final decision this specific time frame compare to the processing time for let's say the express entry or the permanent residency is significantly low one to three months is really really fast Myra 就說大概一至三個月 通常一個至三個月 就會得到簽證 当然 這個就包括你的資料齊不齊全 以及就是 郵遞的那個情況 現在很明顯 現在譬如說 是疫症 疫期 可能郵遞會慢些都未頂 但是通常來說 如果不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一至三個月就應該可以的 不如你這裡拆一拆你問 你提到郵證的問題 那可不可以 它受不 是否一定要全部證本呢 可不可以 e-mail 現在 治什麼 醫不治 醫不治得生 醫不治得死呢 Myra we kind of sidetrack a little because I was talking about mailing the application can this kind of application be done online? nowadays there's an LMIE online there's a pilot project this is since last year you can submit applications online because of COVID-19 obviously it makes much more sense to have everything online sounds reasonable yeah process in time it's still the sam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now you don't have to to prepare the application paper base now you can submit it online as well great that answers that answers May's question 因為 剛剛她就看 麥基在那邊看 不是說 游帝 那我 咦 喂 這樣就很麻煩 原來 由去年開始 原來就已經開始 接受這個網上的申請 各等的 好了 很實際地回到她那個問題了 幾銀 簽證當然要付錢 這個 即是不要說 投資就是投資那筆 那那個簽證 那那個簽證 那正是 若干銀兩呢 賤 什麼的 total cost for this visa application Myra OK around let's say 25k for legal fees to apply for the initial visas and permits and that includes the whole family of the business person around 50k minimum to set up in operation costs of the business in the first year we suggest once again investing 150k to 200k into the new Canadian corporation so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strong and 150k includes you know the amount that I had previously mentioned the 100k plus the 50k for set up costs for the business for the first year Myra 就說 大概 是25,000 加幣 是律律師費 這個費用 包括了 工作簽證 和家人的 申請程序 成立公司的 第一年 你需要 大概 5萬元的 營業費 Myra 就建議 15至20萬 加幣 你申請的 機會 就會 增加很多 Myra OK There's Sorry Sorry Carry on Carry on Alright So there's another type of visa It's called Significant Benefit Work Visa It's also known as C11 visa This visa works best for entrepreneurs who have unique businesses or know how business ideas This visa is also ideal for artists sports people and investors as they will need to demonstrate how their business or intended project will be either socially, culturally or economically beneficial to Canada. So it all boils down to the benefits on a social level or cultural level to Canada. That's why we mentioned artists, sports people and investors. So this is a bit more specific than the previous one, but it's also a good route for investors that already have or already running a business from back home in those specific industries. Sorry,Michael, before you translate that, actually we just mentioned Michael just asked him, 除了我們解釋了第一項ICT,Maira提到第二項簽證,C11 Visa 我們在下一節回來,我就給Michael,現在不給,我說不給,我才讓他詳細翻譯 剛才Maira提到的一段話,又回到第二節的落籍加拿大東岸版 在第一節Maira就跟我們說了關於有三個渠道有三種簽證 可以給香港新移民來申請,在加拿大成立公司 我們說了第一個,剛剛第一個就是ICT 剛剛在上一節的尾,Maira就開始說第二那個叫做C11 Visa 希望你們還記得,因為我剛才暫亂了他的割病 現在麥基就可以解釋一下,剛才Maira提到的中文版 C11 Visa,我就翻譯了它做重大福利工作簽證 這個簽證是給一些有獨特商業經營手法 或者特別技能的人士,這個簽證是最適合的 比如說藝術家,體育選手,或者投資在體育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為什麼這些人才會好呢? 還有它真正的資格是有什麼要求? 還有又是翻譯那句了,而多少錢呢? Maira,誰是選擇這個C11 Visa? 而還有他們 qualify嗎? 是有多少錢的金額嗎? 是有一點連結封投資的費價 跟剛剛開始了解的一項口 所以,有關於事態,商質有限的 公司間有類伴雇著保護, 商店有要求和優適,應該有公司, 在 agents prices, 他们产生的一种是他们必须要求, 对于在某些地方的请求, 他们要求他们的公司, 他们要求他们建议其业务业文件。 他们要求他们建筑, 官方经历的公司, 总部阻性烦龍家和国家属的迹象 。 跟接规到其它的 需要的金融 并且, 他们就是没有要求他们的核套, 是要求他们的公司," 只要你拥有这种特别生意或者特别技能的人士 又想在加拿大开一间新公司就有资格申请的了 这类签证是没有什么最低限额的数目的 而且申请人只是需要有足够的资金在户口里 来做开业的调动就可以了 也提议这种签证最好都是有起码10万元加币在银行的 这类签证是为期几久呢 即时间和手续又需要如何呢 什么是这个练习的练习呢 什么时候习惯后一年 所以在地位的练习的练习的练习是两年 所以它是两年努力的练习 稳根本在 2019 对于年底的练习的练习 最初二年 这股砂监的练习的练习的练习 這個簽證是為期兩年的簽證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無限次的續簽 不過那個續簽的主要條件 就是要申請人要在最初那兩年之內 一定要成立了這間公司 而且開始可以運作 不過也不需要有什麼盈利的問題 C11簽證手續的手續要等多久呢 排期等多久 還有這個Visa去申請永久居民的機會又如何呢 最後都是那句 多少錢 多少錢 證的費用 然後呢 多少錢會加上這個Visa OK 所以在經歷的費用 通過分10天到1個月 如果我們 compare C11 with ICT C11 is way faster I think it takes more time for us in a document collection phase in order for us to prepare a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package for this one because we have to show the significant benefits culturally, economically to Canada.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hire professionals to do that on your behalf because the mor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the less chances will be of having them required for additional documents. But in terms of costs, it's pretty much like the previous one. So it's around 25K in legal fees to apply for the initial visas and permits for the whole family of the business person, around 50K minimum setup and operational costs for the business in the first year. And we suggest once again investing, you know,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around, let's say it varies from 150K to 200K in a new Canadian corporation so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strong. I am going to highlight this, there is no minimum investment amount. However, from experience, I have seen that the application has more chances of being approved if the financial investment amount is around, let's say, 150K to 200K. 通常這種簽證是大概10天至1個月左右 聽起來好像很快 但是其實Maira就是說 這種簽證雖然時間短 但是你搜集資料的時間 是非常之長的 而且一定要很詳盡 所以他就建議 如果要申請這種簽證的人 最好就請一個職業人士 比如說律師或者accountant之類的人 幫你去搜集這種資料 因為一旦如果你的資料不齊全的話 移民局又要寄回來 又要問你要再補一些資料給他 所以最好就是 詳細的情況就要找職業人士幫忙 至於申請Visa 就是從剛才的ICT大同小異 都是大概是25000至30000元的律師費 包括你的家人的申請 但是最低的限額 就最好是 雖然說沒有最低的限額 但是最好都是大概有15至20萬的現金 但在全貨戶口是最好嗎 Mira OK 所以有第三種類型的Visa 叫做Owner Operator LMIA-based WorkVisa 這其實是我的最愛的 所以它是分配在兩項項 第一項是做的 EASTC Employment Social Development Canada 第二項是做的 CIC So the WorkVisa is suitable for business people or entrepreneurs who wish to purchase an existing business or establish a new business in Canada and wish to work in that business in a managerial position such as CEO or director often with the aim of immigrating to Canada permanently If the WorkVisa is issued to the foreign businessman he will be required to become an employee of his Canadian company which in turn means that the company must pay the foreign worker a wage that meets them the medium wage requirement so in simple terms one would be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 of their own company therefore investor needs to take an active managerial role in the daily operation of the company he has launched or invested in so it's not a passive type of investment this is more of an active type of investment it's it's you got to invest the money obviously you got to purchase an existing business or start a new business but the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needs to be an engagement of the of the applicant in a daily operation of the of the business that he has launched in Canada yes 三種的簽證 就叫做LMIA 那我呢 叫做勞工市場 審抹工作證 那其實都好像很繁複 那樣 但其實呢 很簡單的 如果你想一想 以前呢 不是以前 不是以前 一向加拿大政府 如果一間公司的老闆 想請外地勞工 是要首先呢 在加拿大本土 找一個合資格的人 去做這份工 而且還要一段很若干的時間 然後才 如果找不到合適的人選呢 然後再激 要等加拿大政府呢 批准你才可以請外地勞工 但是這個LMIA這個做法呢 就完全不需要經過這一層的手續 因為申請人呢 只需要在加拿大 買了一個操作中的公司 或者佔五成以上股份都可以的了 但一定要有話事權 申請人呢 第二步驟呢 就自己一定要 落手落腳去做的 而且重要是呢 是這間公司的 說得事的人 高層 而說得事的人 那 換句話來講呢 你買了這間公司 你自己在那裏做 你就是這個全新的外地勞工 那誰才有 資格又如何審核 還有有些什麽要求呢 再最多是拘捕那句 要投資多少錢 所以誰是選擇 用這些隨身的資格 來奏 然後 又怎麼能他們 哪一種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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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是 哪一種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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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關 對 這一點 尤其是 人們想要來 因為 人們想要來 you're like okay how much money do i need for this let's initially talk about how do i qualify yes exactly so in terms of the eligibility eligibility to apply business owners must have controlling interests in a canadian business that means um a sole or majority shareholders um it has to be more than 50 of the shares of the company so remember when i told you at the beginning that they have to either purchase uh an existing business or start a new company if they're purchasing an existing business it has to be more than 50 of the shares the requirements again how do they qualify the very important one the key requirement is that the foreign business person should own a business in canada in which he or she owns the controlling interest of more than 50 other requirements include funding the business and maintain employment with a wage equal or greater than the median wage required for the position so let's say if they're going to be a ceo we have to research how much would a ceo in that specific industry would have as a salary here in canada and depending on that this amount of money needs to be uh proposed to the to the ceo to the investor because they're going to be managing the business they need to have once again an active management of the business example it cannot be a passive investment in a position that accords with a foreign businessman's qualification and experience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ere's got to be a match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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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or's qualification and experience from back home so for example if you run a bakery back home it is advisable that you find a business in canada within the same industry or at least somehow similar because um it shows that the application is is cohesive right the application is consistent and solid employing at least one canadian or permanent resident ideally in the first year as described in the business plan and with most importantly the initial investment one of the great things about these three types of uh work visas that i have just explained is that there's no minimum investment amount but the canadian company once again needs to show sufficient funds u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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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bank account to pay the salary of the foreign uh owner so we recommend although there is no minimal investment we recommend to show that the investor has at least 100k in his or her bank account 申請人呢如果要自己經營這件生意或者佔五成以上的股份那就有資格申請的了 不過關鍵呢就是說剛才講過一定要佔五成以上和有話事權 第二在經濟上要支持這件生意而申請人呢也是這一家公司的高層的職員 第三呢他一定要主力去負責經營這件生意 第四最少要請一個加拿大公民或者永久居民 這一項的簽證呢也是沒有最低限額的投資的 不過呢我們也是建議最少呢就有大概10萬家元左右 在戶口作為運作的公司運作的費用 這個簽證期是多長和有多容易呢 就是那個簽證的期限一年兩年怎樣 可以提供一個人類的費用嗎 這次付款的費用嗎 這次有些費用的費用 所以在討論上的費用 製造的費用是一年至兩年 分別的費用 我們每個月份額的費用 那裡的費用 to actually incorporate the business and have the business fully operational. But the final decision once again is always at the discre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ficer. The conditions for renewal, payment to the foreign owner of all the wages and meeting the employment conditions as stipulated in the initial application. Once again,there is no need to show that the company has been profitable in the first year. 這個簽證為期下是一至兩年 當然是要在乎你做些什麼生意 如果申請人是全新的管理階層人士 工作的簽證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又是那個LMIA 這個簽證要等那個process 我得知到之前都是 所有的process 就是有一個都不是太長 但是問題就是 你的資料全部要齊全 就是你要做好 就是那個preparation 那個預備功課要做得很足的 好了 接著簽證要多久 還有這個簽證的費用 那個visa的費用是多少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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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LMIA visa的費用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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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業務 程序的費用 所以 通常是 可以做一個 小時間的 程序的 程序的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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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時間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是一個大約15萬元的工作費用 大約15萬元的設計 和工程費用 我們建議 賺到最少150萬元至200萬元 在新加拿大公司 讓應用力強化 申請時間大概是兩個月左右 而申請的費用是25000元 投資的額是沒有的 不過建議大概是15至20萬元 在戶口就最好 當然 Tasimara有再三釘足 這三種的申請 你的資料一定要足 一定要準 不可以有錯漏 通常來說 如果你超過這兩個月的時間 都是因為你的資料不充分 所以才會導致你會延遲的 好 好 做一個 差不多這個時間 我們今天差不多到期了 好像我們還有很多事 需要詳細的 想知道多些的 想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有很多細節 Mara自己有一個網址 她也有一個Facebook 我們會在我們的Facebook上 post出來 如果有什麼詳情 你可以直接去 contact Mara也可以 以上三行簽證 最終目的 都是為移民來鋪路 最後 我想知道的 就是現在這個 LMIA的乘數 和以上兩個的相比 又是如何呢 成功成為永久居民的機會 As you mentioned previously these three work visa are considered options for investors to smoothly transition from temporary status to permanent residency can you please elaborate on the chances of the applicants gaining permanent residency eventually absolutely I can certainly do that we understand that often the aim of most investors is to immigrate permanently to Canada in that sense the three previously mentioned investment paths are a great option actually as visa processing time is relatively less compared to applications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minimum financial investment threshold is not as high as federal and provincial business programs just to mention very briefly if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business streams for P&Ps we're talking investment minimum investment thresholds of at least 300k and these ones you know it's way less than that it's 50% less than that so generally speaking applicants will have various options to stay in Canada permanently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nt's business and language skills Canadian job experience under ICT significant benefit and owner operator work visa are considered under the express entry system and increases one's CRS points remember that the system the Canadian system to grant permanent residency is a points based system right after one year of job under these work visas as CEOs directors or owners the applicant the applicants can also be eligible for 50 to 200 points which will most likely ensure that he or she will have enough points to be invited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another advantage is that it also gives the foreign investor an opportunity to like I said test the waters so to speak before deciding if they wish to permanently move to Canada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work visa while fully incorporating and operating their business the investor will be able to tap into various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profit in the Canadian economy so it's actually a win-win scenario and which both the foreign investor and the Canadian economy will benefit from that actually in the episode we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at if is the money very easy to have not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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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IA这三样的签证 是加拿大政府捏入为特快 就是特通车 特快车的方案 那它呢 如果你做了这三样东西 其中一样在移民的分数方面 是大大增加的 那就一举两得了 而且在加拿大工作 工作了一年之后 就是你工作为 比如说是CEO也好 是经理也好 你在这个移民局的分数 是会增加50至200分那样多的 那如果你在这个申请表格那里 有多了50至200分 那你将来对于申请做加拿大移民的机会 根本上就是异于反掌 好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我知道 其实还有些东西很可以详细去探究 和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会将Maira的通讯 那些会发布在我们的Facebook 节目的Facebook 那如果有想知道更多的 关于这三项 或者其他的问题 就可以自己直接去联络Maira 多谢Maira 谢谢Maira 多谢你的时间今天 谢谢大家 才发布那么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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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